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庞牙德州 今天我们选择继续征战 我们选择去最富盛名的Bicycle Casino 也就是国内俗称的脚踏车赌场 一想到可以跟Garrett Andy这样的著名牌手一起交战 我们的内心就泛起了一阵阵的波涛汹涌 话不多说 让我们赶紧穿好衣服 伴着儿时那首著名的主题曲 出发吧 快快快 冲冲冲 死去战事在行动 夹着勇敢的赛车 追起冠军的争承 OK, sir, so I'm going to issue a citation for the speed, OK? Like I said, you're driving about 90 miles an hour I'm only going to write you at 80, OK? It puts you 15 over, usually at 15 over to allow you to do traffic school to help keep the point off your driving record, OK? I get it that there's not a lot of people on the freeway but that's still driving too fast, OK? Yeah, no, there's nobody in there, so I'm so sorry OK, so signature right in the box for me, alright? 这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没到赌场,先自损三百 一下就开超了速了 被警察出去一举拿下 唉 算了算了,让我们平复好心情 来看看现在赌场的情况吧 赌场虽然开门了呢 但是也全部改上了室外 所以变化还是很大的 我们往前走呢 就是德州扑克的区域了 其实还是弄的蛮人性化的 在大冬天里还有火堆 还有帐篷 坐在里面打开也不会很冷 走进场地呢 每一桌都有隔板来隔住 其实人还是蛮多的 天儿聊好了,就让我们进入排局吧 坐下来第一手,我们在小盲位拿到了圈K不同花 Dealer raise了20块 我们选择跟住 大盲也选择了跟住 我们三个人去看一个翻牌 翻牌,圈八八不同色 我们中了顶对大踢脚 选择一个check 让Dealer去做一个cbet 我们去跟住就好了 果不其然,大盲选择check 到了Dealer,Dealer选择cbet一枪40 这里我们是一个轻松跟住 我们平靠40块 大盲棋牌 我们两个人去看一个转牌 转牌一张K 我们中了顶两队 这时候我们想我们继续check 只要他打我们就进行一个check race 但是他居然也是过牌了 所以我们两个人去看一个合牌 合牌一张很干净的草花4 这时候我们决定主动下注 去拿一些我们在转牌上没有拿到的价值 我们主动下注75块钱 去找一些AK、A圈 或者是一些勾勾 1010这样的牌领拿价值 因为在这个牌型里 我们唯一数字有组合 应该也只有8的组合了 但是我们并不害怕他有8啊 因为有8的话在转牌是不可能停枪的 结果呢 他还是选择的跟注 他居然售出了他是一个4-4 他在合体中了一个set What? 输了上一手牌呢 加上被警察poor 我们难免有一些伤头 这时候呢 我们在小芒拿到了一手99 Cut off race了一个25块 我们在小芒位所得跟注 这时候大芒 决定做了一个3B Race到了90块钱 行动到了Cut off 他选择了一个平尻这个3B 也就是平尻90块 这时候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后手 我们后手还有300多块钱 我们决定隔离Cut off直接选择O in 就是把我们的后手300多块钱全部推出来 因为我们的99肯定是不想跟三个人去看一个翻牌的 那么你们要靠就在跟我跑 跑不了就赶紧全都给我复牌 结果大芒选择了秒Cut 然后Cut off 我们跟他来一个跑码 翻牌7圈5 转牌一张红桃4 合牌一张草花2 我们收出99 他收出AA 我们又过去了 说了上一手O in呢 我们的桌子就被打碎了 所以我们就换到了另一座55的桌子 我们重新买入了1000块钱 这一手牌我们在枪口位置拿到了A10不同花 选择Open20 牵口加1选择跟注 Dealer也选择跟注 这时候大芒随便扔出来一个130多块钱 我们以为他要O in了 那我们想我们如果平靠的话呢 会把后面两家也带进来 我们A10不想看到一个三个人去看翻牌 所以我们要把他们隔地掉 我们就选择的O in出来1000块钱 想把他们都打跑 果然后面两家都负牌到大芒 大王这时候居然从小手里掏出了300块钱 What an angle 哇 真的好上头啊 我们没有看他的后手就选择了O in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各位观众们以后在赌场 也一定要先看清对手的后手 再选择O in哦 我们没有办法 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就又多输了300块 对手是一个圈圈 我们是A10 翻牌没有中我们的A 转牌也没有 合牌也没有 所以我们又输了300块钱 继续 我们这时候拿到一首2-2 枪口这一把抓了一个10块钱 靠进去了两家 我们在Cut Off 也选择跟住 想花一个低价钱去抽一个Set 这时候Dealer位选择了一个Race 做了一个隔离 Race到40块钱 从小忙一直Full到我这里 我们当时很上头啊 就觉得不管赔率了 我们就要抽Set 所以怒靠40 翻牌 勾93彩虹面 跟我们这个R2差的也太远了 所以我们选择Check 这时候Dealer选择了一个CBET 他CBET的一枪50块钱 这里大概率是要Full牌的啊 但是我们觉得他有可能是Miss 因为我没中你也可能没有中啊 你有可能是圈10在买两头摇 有可能是AK 对吧 所以我们继续铁头跟住 转牌一张6 该大还是他大 牌面影响不大 我们选择Check 他居然也选择Check 合牌 一张草花2 哦呦终于轮到我们了 苍天饶过谁 我们合理中赛了 当时我们这个内心啊 开心快了 当然了我们的表情管理还是要做的很僵硬的 不能因为中赛就有任何的表情 所以我们 粉着脸 直接Lead出来一枪120块钱 去拿他什么价值呢 我们觉得他有可能是AK miss啊 但是现在情况他居然在问我的这个筹码量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牌的 最后他选择跟住 我们说出22 他开始骂人 他开始骂人 Oh my God 这张桌子 然后呢我们五五这张桌子 桌子只剩了4个玩家 大家又不想玩短人局 所以桌子就算了 再一看呢 已经没有其他55的桌子了 我们为了回水 只好回到2-3去欺负欺负老头了 我们坐下来第一手 buy in 300块钱 拿到了勾勾 dealer选择open一个25块钱 我们决定直接给他来一个3b 我们选择3b85块 让他尝尝神秘的东方力量 dealer呢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老爷爷 他陷入了沉思 想了很久很久 丑马拿在手里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排 拿到左手换到右手 拿到右手换到左手 丑马拿下来放回去 最后最后最后 选择了一个for牌 我们顺利拿下来 我们顺利拿下了第一个 在2-3的彩池 下一手牌呢 我们又换了一张桌子 因为上一张桌子 Action实在是太小了 我觉得回水太难了 然后我找了一个大家 后手都有很多 都有八九百块钱的一个桌子 去打2-3的桌子 坐下来希望可以回水 其实我们也快回水了 这手牌呢 我们拿到了一个55 所有人都进行了一个平靠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七个人 一起看翻牌 翻牌 K5圈 我们flop就中了我们想要的set check到了我 我选择open一个15块钱 找找大家的牌 结果dealer和小芒 选择了跟注 我们三个人去看一个转牌 转牌一张黑桃A 石钩成了顺子 黑桃有了后门花 所以我们延续下注 多拿一些价值 dealer选择跟注 25块钱 小芒选择了器牌 我们两个人去看盒牌 盒牌一张草花圈 我们的set变成了full house 我们直接选择了一个all in 把我们的后手全部打了出去 其实这里我们也有其他的打法 我们可以只打一个30%的注码 就是大概40块钱左右 让中三条圈 或者中石钩顺子的人 直接来给我们来一个race 那个时候我们再推出all in 才就套匙了 也就必须跟注 或者呢 我们打一个70%的注码 就强行去拿圈的价值 或者呢 我们可以直接去all in 一个超池三倍的all in 把我们的牌力直接集化 让不管有a 有k 还是有圈 有顺的人都觉得我们在偷积 比如我们有可能是90黑桃 在turn上我们是一个顺花双抽 结果最后miss 转bluff的一个all in 最后呢 他选择了一个跟注 它是一个三条圈 在合体中了三条 好 我们成功 也是终于收下了一个将近800多块钱的一个彩池 下一手牌 我们是大芒 这把有struddle 我们在大芒拿到了a a a来救命了 struddle之后呢 又靠掉了两家 这时候轮到了dealer行动 dealer选择race40块钱 我们看一下dealer的后手啊 dealer大概还有300多块钱的后手 我们不想再让其他人进来了 所以呢我们想跟他选择一个直接跑马 就是逼他all in 如果他有一个很好的牌的话 所以我们大芒选择直接三逼他200块钱 打这样的驻马呢 是因为他让他有一个不能不all in 或者说for牌的一个决策 因为他不可能平靠我们的200 然后翻牌还剩100多块钱 那出什么也就是一样all in的 所以他只能是for牌或者all in了 结果他选择all in 我们aa秒靠 他是圈圈 我们是aa 我们大幅度领先 所以开始跑马吧 我们flop就中了一个a 所以基本他就是dealer 我们又顺利的收下了这一个巨炮 我们下期再见 玩完AA那手牌呢 我们就觉得应该收工了 因为我们已经回水很多了 所以呢 我们就去cash out 一共呢 我们是水上了275块钱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关注 评论 跟点赞 你们的点赞 也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各位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